喂 我成功了 原來不是那麼難 不過來到日本吃了幾天壽司之後 可能魚又補腦 但其實我正在弄的時候 它都說WiFi Connection不夠強 所以我不知道你現在看到會不會很疼 很跳 然後不知道 總之儘管試 其實現在不是在出街 我也不是很肯定 有沒有人會知道 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在直播 我真的很白癡 一搞到要插電的東西 我就是完全廢 今天是一個精裝簡潔版 為什麼呢 我現在是不是真的在直播 我也不知道 所以 看了多少 我當自己跟自己說話 嗨 我真的有 OK OK 我繼續說 我現在人事在東京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熬了幾個月很辛苦 是時候要休息一下 而且辛苦找來自在在日本洗掉 對嗎 對嗎 OK 說回上一集 很熱的 我的暖氣 因為巨民明天會下雪 我幾天已經冷得很高 買了這個 不懂日文當然是伏 為什麼呢 我以為可以黏在身上 背部 在下腰 經常痛 黏一塊 肚腩黏一塊 就想著很暖 誰知道 原來沒得黏 就這樣拿著 沒用 OK 好了 如是我問上一集 youtube的人的反應 其實我知道是誰 那個人叫做HK Wong 在facebook 他的名字叫做 苦行和賞 他笑得很開心 嘲笑得我很開心 什麼女方獎 出名 什麼小器 我就回答你 其實你信不信 不要緊 因為沒有人自在 你信不信 你明白嗎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 我那個女朋友 她看完之後 她是很驚訝的 她覺得很厲害 很神奇 她介紹了很多人回去 找回道長 想去看 但是道長 是全部都推了 道長 幫她看的時候 已經跟她說 你不要介紹別人 不用 不要 他們覺得 所有的事情 都是 冥冥中 有她自己的因果 所以 你不應該去 搞 你不要想著 我的朋友很慘 我想幫她 你幫她看 這樣 原來是不成功的 OK 上一集說 那個叫做 原神宮 就是說 人 雖然你的原神 就是你的三魂七魄 原神 就住了現在的區殼裡面 但是其實她本身 在冥冥中 某個地方 是有一間屋的 那這個屋 是會反映 你現在的狀況 上一集說 就是你的格局 格局就是 你的命 什麼聲音 OK 沒什麼 你的命 到底有多好 你的命 很好 但是 你現在還沒好 那 你會看到什麼呢 都是會看到一間很大的屋 但是 可能現在是 鋪塵 有小支蜘蛛 下雨 然後 烏雲蜜布 這樣 但是 譬如不同的天氣狀況 不同的塵 之前也有說過 她廚房裡面的米缸水缸 那些 就是 反應 不行 暖氣好熱 不要再吹著我的臉 麻煩 那 又有怪聲 不害怕 對 那就是 代表你現在的流年狀況 對 但是 不是跟你先天本身的格局相關的 我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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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不同的地方 如果 你沒有宗教信仰 他會看到 那 你有個 偏廳 就是拜神的地方 那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是會 反映到 為什麼 我的朋友 他覺得很 驚訝 我也覺得很驚訝 因為 他提醒了 有一個人 是收密宗 提醒了 他的本尊 如果對物中有些了解的人 會知道 其實你的本尊 是不會跟任何人說的 是 秘密之中的秘密 最秘密的秘密 但是 那個道長 進去那個 元神殿裡面 就是看到那個本尊 照說給他聽 而且 他沒有確認 你到底是不是 信佛教 信道教 信什麼教 沒有的 總之他進去就告訴他 看到什麼 基本上是一個 one-way communication 就是他照說 這樣 說完之後 我的朋友就很驚訝 他就告訴我 那我就在節目中那裡說 老實說 你信不信 誰不在意 好像 有人說 有鬼 沒有鬼 一定有人信 有人不信 但是 關鍵的節目本身 如是我聞 第一 是阿姐 我想 我聽到 這組字的兩個意思 一是佛經的開頭 必定是如是我這四個字 所以 本身 不要瘋了 所以本身 是想著是一個佛教節目 尤其是在我做的部分 另外一組意思 就是 我是這樣聽到 如是 我是這樣聽到 朋友說給我聽 那我就跟大家說出來 給你們聽 這樣 對了 上次次官就說 有另外一件事 很神奇 是不是 如果一聽開決戰 有一段日子的人 我想弄一弄我的鏡頭 by the way 不要打燈 那個人的樣子比較壞 不要緊 你可以聽聲 不要看樣子 我先試一試 好像有一個較光暗的 是不是 不好意思 先讓我弄一弄 好玩啊 你們看不見變色 先看 喔 interesting 我第一次玩是這樣的 好 繼續 另外次官說很神奇的那個 就是 我 我本人 那就是發生的事 就是 我十幾年前 在Discovery Channel 那 九公順利了吧 很厲害了吧 不是什麼山寨 你看到 你真的看到 是不是 OK 那就是 講關於在印度 有一個古業 叫做 Nadi Leaf 就說很神奇的 一個假老 去到看 的時候 那個人 一找到他的紀錄 是連他老婆的名字 你知道日本的名字 大哥 你不要告訴我 你會撞到 那全部的東西都說出來 那假老就覺得 很神奇的 提醒我 找回那條 Youtube 上面有的 Discovery 那條片 分享一下 另外 有一個鬼婆 也是看過 Nadi Leaf 也說得很神奇 我十幾年前 在Discovery 看完之後 就覺得 哇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 在我頭上 就 沒事了 不會說 我特意要 沿道重陽 去到印度 據聞 每個人都會強姦人的地方 就去看一件事 沒有的 但是我 去年 2015年年頭的時候 就去了南印度 Tamilnadu 就是 他最多廟 和最宗教鼎盛 和文風最順魄 我現在好像唐立棋 找個瘦一點的說話 Anyway 然後 說笑 就 我兩個 對不起我喝口水 等等等等等等 先說一句 日本就有這些 很棒 沒有什麼糖分 又是 水 但它加了一點點味 那就 沒有那麼肥 沒有覺得那麼壞 你又覺得自己在喝水 為什麼香港沒有的 Anyway 那 我在印度的時候 就有兩個 東歐婆 嘩 串到爆 沒有禮貌到爆 黑口黑臉 我只幫她改名 跟兩個維亞納女姐改名 就說她 好像 變比了十年 什麼樣子 表情很壞 很壞 我馬上想起來很壞 Anyway 然後 然後 這兩個 對 2015年 前年 不是 2016年 後 然後 這兩個 東歐婆 唯一的貢獻 就是她問了 當地一個大學生 然後 就問她 你有沒有聽過 Nadi Leaf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 那個大學生 又真的剛剛 遇到剛剛 居然 這個大學生 是去過 然後她說 是啊 很厲害 然後 那兩個 東歐婆 說 我要去啊 幫我安排啊 然後這件事 就散開了 我們一班 好像六個人 大家都說 喂 那我 又會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看這個Discovery Channel 覺得很厲害 那我打算 真的 試一下 她又不是說 要你十幾萬 或者是 幾萬元 總之不誇張 即是可以便宜的 那就試一下 大家就預約了一輛車 Day Trip 去到 去到 就是 由朝坐到黑 等到暈了 那呢 其實過程是怎樣 很簡單 就是你去到 中國人不是男 左 女 右 印度剛剛調轉 是 女 左 男 右 這是他們的 Cultural 專秘 那樣東西 即是說 右手就吃東西 左手就敏敏 那樣 所以女生當然是敏敏 那邊 女生不經貴 Anyway 我是女生 那我就打了 左手的手指 我就寫了 我寫了 我寫了一個 P字 不是整個名字 每個人都這樣做 男者打右手 女者打左手 然後就在那裡等 等等等等等等 等到我的時候 他就叫我進去 他們呢 就是 一群人 一群人 sorry 就穿著白色的袍 就進去一個中央的 Database 的地方 就拿一些 一卷卷的東西出來 它像什麼呢 像中國那些線 上面 上下是木的 然後中間是紫 其實不是紫 是樹葉 乾了的樹葉 上面有紫 但我不知為什麼 他會看到 我看不到 你看到是黑下去 有些紋理 但它沒有墨水 他叫你進去 然後他就揭開 他就去讀 他讀的方法是很過癮的 然後是古文 你完全不知道 就算你是印度人 因為我之後真的跟印度人去過 他們都聽不懂 因為是古文 和他唱重的方式 然後他就會翻譯給你聽 他不問你問題 你只是回答他yes or no 他就說 你有五兄弟姊妹 你know他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再說 就說 你兩兄弟 然後你又再勾 於是者 我就勾了他整個卷 整排 然後我心想 混蛋了 我說大哥 你不是要我這麼遠來到 這麼睏 等了一整天 然後你告訴我 沒有我份 這樣 因為我以為只剩一排 怎知道 讀完之後 我的新聞已經灰了 他起床 進去那個Database 就拿了另一卷 到另一卷 他去到第三 還是第四頁的時候 我告訴你 恐怖了 我不是說 你要博我的 你儘管博 因為我真的很想聽 有沒有其他版本 你是天才能解釋到 因為都說 挑機如探掌 他聽完之後 他都覺得 真是 怎樣解釋呢 他馬上說 你兩姊妹 我說是 你兩姊妹 然後他說 你大那個是 你和你妹妹沒有聯絡 這件事 說真的 不要告訴你很普遍 不普遍 我說是 然後他說 你爸爸過了生 那時候我爸爸過了生 不夠一年 然後你媽媽還在生 我說是 然後 這件事很恐怖 他說你爸爸的名字叫Warner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恐怖呢 因為我爸爸一輩子沒有用過這個名字 他出生的時候 是GivenWarner Romo Michael Olivero 就是三個名字 就是我爸爸鬼 他從來都是選最後 就是Michael Olivero 他不會用Warner Romo 但他一說一說 就說他是 Warner 然後我媽媽 他說是Chin Yu 大哥 我爸爸 總之一件事很奇怪 我媽媽是中文譯音的名字 對 Your name is 記住 我進去的時候 打個子毛 我開始寫什麼 寫P 但你知道她說我的名字嗎 她說我的名字是Lana 這個是我出生的名字 而我 有想過 是不是瑜伽中心 打通了呢 但我瑜伽中心登記的名字 都是Pamika 都是Pamika 好了 繼續 然後他就說 你是19幾多年出生 不說呀 吹呀 然後 幾多月 YES 幾多日 YES 她的時間 還要考慮 她們的男人和香港的時間分別 是星期幾 接著她說 You are in part-time food business 這件事是很恐怖 你一邊聽說 你覺得 沒有啊 沒有多恐怖啊 你是part-time waitress 但我不是part-time waitress 我是廚師 你多可以聽過廚師為part-time 而我為什麼是part-time 因為我那時候 那間餐廳加租 我沒有了 而我是上門幫人煮東西 你明白嗎 所以是by booking 我是freelance 我想她們的英文不夠好 我形容不了是freelance 她就說 part-time food business 接著 她說 You are an astrologist 就是說我懂星相 喂 這個也 都 Jen幫我笑 I thought you were born after two thousand 我自己說了出來 說笑 對了 全部都中了 好恐怖 我想想還有別的細節 接著 我說了這件事 給次官聽 我說了給我幾個朋友聽 我再跟我幾個朋友 包括印度人 包括香港人 過去 有一個朋友是加大業大 即是說她 我又凍了 我又開了 加大業大 即是她不只是做一番東西 她家裡是做很多番東西 這個時候 他們是沒有說 她做什麼事 但的確 又是說得出她爸爸的名字 她媽媽的名字 她前夫的名字 她有兩個女兒 如是等這些都說出來 而另外一個名人 又不開名了 就是她有兩個小朋友 而有一個小朋友 其實那時候 是跟那個先生分居了 未辦離婚 這件事都說出來 所以 其實印度這個古業 我覺得是當時終極最恐怖 比起剛才我說 我倒加個元神殿 元神功 還要更恐怖 但是 如果你知道 其實兩件事 是有one thing in common OK 不相信的人 即管不要相信 但是 如果你open minded enough 你會好奇想知道 為什麼可以 我再解釋一個共同之處 我再解釋一個共同之處 分別就是 元神殿是一個道長 他去看的 每個人 林鄭那句 是神的指示 神叫他去選 道長就告訴你 是神先指你來看的 那你不要說 他怎麼知道 你是神先派 總之他肯定幫你看 他 supposedly有個 logic behind 就是 是神先派的 他就會幫你看 否則 不管你怎麼介紹 他都不幫你看 你記住 我剛才說的是一對一 whereas 印度那個古業 是說是四千年前 一個 古聖賢 一個sage 是所謂的 執婆的七大聖賢之一 在四千年前 在他的禪定 即打坐當中 他看到了 接下來幾千年 或者幾萬年 I don't know 的人的命運 然後他有些 他就選擇寫下 寫下了 寫下了就是寫在那些古業上面 然後他用什麼去解釋 就是用你的指紋去解釋 你想想 四千年前 他知道指紋 是獨一無二的 而你用你的指紋 去 unlock 你這個 book of faith 是很神奇 因為他裡面的 details 你 又是不會撞到 但是他比起 原神殿更加 detail 但是你問我 他有沒有一些 宗教色彩 絕對有 其實瑜伽都是宗教色彩的 但是他現在因為在世界各地去弘揚的時候 他就把宗教色彩拿出來 其實這個 Dadi Leaf 是很強烈的宗教色彩 他那個錄音 即是印度錄錄音 是很難聽的 因為口音很重 他也是說 Bel to the Holy Vido Velority Vrana 也就是拜這個神 然後他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給你 就是你的命 本身就是這樣一條線 就像Matrix裡面的 那一個Blue Pill 但是如果你覺得 哇 糟糕的 又嫁不出 又沒有子女 又窮 又啦啦啦 你可以選擇 Take 那個Red Pill 這樣 他就會變成隔壁的路線 其實你覺得 就像平衡宇宙一樣 到底他真的有這個能力 去改變你的命運 我答不了你 我講我自己的experience 就是 我看得 他又講得我這麼重 他說要做些什麼 那我就做 這樣 有些是自己做的 有些是他要幫你做的 Anyhow 你問我是不是很多錢 我開答你 我吃一頓壽司 都回到 都多過了 那 做完之後 我是覺得 好了 我自己 你說我道理不信 你就很相信 而且那個地方 老實說 不是那麼容易去 兼職 那些人問我 其實我不給的 亦都有聽眾之前問過我的 就是說 可不可以給那個 看完神電的道長的電話 聯絡給他 那我都很坦白跟他說 我說其實他真的不看 我覺得 我知道你會被人差 就是說 大哥 你又要說 說完之後 你又不給聯絡 你登餐廳 你又不說名字 但是大哥 我是分享這件事 但我不是幫你買廣告的 還有 等一下 譬如說 你去吃完之後 你覺得不好吃 然後你就說 我不會吃了 然後你去看完 你又覺得 嘩 要給那麼多錢 是不是你們合起來 來困我 那我無謂的 你不明白 我不是靠一件事吃飯 我做節目 那我就要分享一些 information 說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那我打算 如是我文的安排會是怎樣 例如梅花間觸 次觀一集 可能會跟文老師做 或者其他嘉賓做 然後有一集 就會是我自己一個人自吹自擂 我自己那集 就會傾向講佛經 即每一部佛經這樣講 例如說 避葬菩薩本願經 說說西藏生誓書 然後說說妙法蓮花經 說說靜土宗是怎樣的 脈宗是怎樣的 什麼叫憲曼達 什麼叫大禮拜 即是俗稱的三季九寇 它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試試不同的東西 也會講一下術數 講一下不同的 或者一些脆怪的東西 那我覺得 重點不是你信不信 重點是你夠不夠open-minded 去聽一些不是你自己 慣賞的那個生活 spectrum 裡面的東西 很多東西我都不相信 但是我不想聽聽 回到頭說 原神殿 剛才所說的一對一 而是 印度古業 是一個人 四千年前 看到所有人的命 其實你要知道 兩個其實是 同一個資料 我說的資料 並不是一個 Hard Drive 一組 server 的資料 而是 今時今日 Quantum Physics 叫做 Zero Point Grid 或者是 古印度 叫做 Akashic Records 的地方 這個東西 它們的認為 兩個東西 是說同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世界 但是這個宇宙 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 發生著的事 以及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不論是意念 說話 還是行動 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有一個 archive 有一個Database 這個Database Akashic Records 它就說是 星際之間 是要有一些 人 它是有特別 不是說特異功能 但是它要是 打開了 腦裡面的潛能 才能夠去 reach到 去看到 這件事 其實你聽下去 你覺不覺得 似曾相識 中國有燒餅哥 劉伯溫 法國有 諾茶丹馬斯 Nostradamus 美國有 Edgar Casey Sleeping Prophet 巴巴芭加 盲婆 Morgan States 巴芋港半島 道長 以及 古印度 這個人 他們就有 不同程度的能力 去進入 Akashic Records 去看到 但是 每個人 似乎他們的興趣 所及 看的東西就不同了 譬如 這個 諾茶丹馬斯 那時候 由於瘟疫 Black Death 死了很多人 他老婆死了 子女死了 他本身是醫生 信科學 但是 傳說中 他是 在一個 好像 trance 即是一個 出神的狀態 看著一盆水 而 看到這些影像 他又把這些影像 寫進去 成為四句詩 但是 由於 那時候 你知道 宗教 那時候的教廷很兇 他要避開 被人迫害 因為 你知道 耶穌是最後一個先知 所以 他不可能 作為一個先知的身份 可以預知到未來 所以他寫完很隱悔的四句詩 但是 那時候 法國皇后 其實是一個 意大利女人 從 Medici 家族 即是文藝復興 帶動的家族 他也有問他 他就說 你會很長命 但是 你會比你子女更長命 其實很悲哀 我先喝一口水 Nostradamus 都有幾宗 挺有趣的事情 一宗就是 他去朋友家吃飯 我朋友是有錢人 家裡有兩隻豬 一隻是黑豬 一隻是白豬 我朋友 好像某個聽眾 很喜歡挑機 什麼都不相信 就說 你說今晚這隻豬 是黑豬還是白豬 然後 洛塚丹麥斯 就說是黑豬 他就說 你錯了 還說你多厲害 有什麼預知能力 廚師 你出來告訴他 是黑豬還是白豬 廚師就說是黑豬 然後 這個有錢 主人的火都來了 我就叫你做白豬 廚師回覆 他說 我想做白豬 我知道你交給我做白豬 但是我真的抓白豬去湯 的時候 他跑掉了 這樣 剩下一隻豬 就是黑豬 這樣 那就是諾塚丹麥斯 就對了 好了 然後 另外一件事 更加 無可悚然 就是 當那些 道母者 叫開諾塚丹麥斯 那個墳墓 他的胸口 是有一塊鼻 這塊鼻 就寫正 那一天的日子 例如 例如 1856年 2月17日 正正就是他 道母那天 就是諾塚丹麥斯 他死之前 都預知了幾時 會被人叫開 棺木 被人道母 因為那時候 傳說 如果你拿諾塚丹麥斯 頭蓋骨 即是頭骨 頭骨 去裝酒飲 你就會繼承到他的能力 當然是廢 當然沒有 你會留意到 不論是諾塚丹麥斯 也好 道長 古印度 即Nally Leve 大家都在一個出神狀態 大家都在一個疑似 禪定的狀態 去通往 同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 common database 就是Accasian records 當然你是很厲害的人 在佛教的角度 就是佛 當你成了佛之後 你什麼都看到 但是你未成佛之前 你就是有障礙的程度去看到 有些人會看到多些 有些人會看到少些 但是你想想 如果古印度那個聖言 其實都很厲害 因為四千年前 去看到這麼多 接下來的人的生命 而他沒得take two 他沒得recycle 因為每個人的指紋 是不同的 你不要告訴我 其實三百年前 有一個人 父親叫Warner 母親叫Chin Yu 他又叫Lana 然後他又是 這個年份月日 喂 你不會四百年前 有一個人是1980年出生的 你不明白嗎 所以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是很驚奇 那 Accasian records 找一集可以專門說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我留意到的就是這種共同之處 就是大家有不同程度的修煉 透過打坐 而開了那條天地線 就通到那裡 看到不同程度的事情 其實我做了多久呢 我看不到時間 今天到此為止了 我要去洗澡洗頭睡覺 明天要很早 明天要去上野公園 明天想去上野公園 我今天在 心美術館 原來是在六本木 有一間Grant Hyatt 我剛才發現 那裡有一間叫心美術館 就有一個 末代法國王后 Marie Antoinette 的展覽 法國運過來 她的照片 不是照片 是畫像 她登機用的東西 包括 我不知道是否仿製品 也不會看日文 但可能是真的 就是她想斷頭台裡面 那件底衣服 而她斷頭台的那個 Diertina 即是那個刀 我也看過 但我忘記了 是英國還是法國看 Anyway 日本的Museum 真是很棒 日本真的很棒 日本現在1點04分 我要睡了 明天要跟上野公園 那堆博物館死過 OK 拜拜 下一集見 應該不是我 今晚的海膽當然好吃 今晚那個是壽司之神的兒子 好吧 拜拜 我怎麼結尾 喔結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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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